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19年2月18日 我们再来显看复美生子 昨天罗宾大叔又在网上闲逛 实际上就在刷手机 看到了一段视频又让我震惊了 或者让我感觉非常的印象深刻 就是一个小女孩 顶多也就10岁左右吧 10岁左右的一个小女孩 参加一个射击比赛 她身上穿的有一个美国国旗的标志 我猜她应该是个美国的小女孩 具体我也没有去验证了 只是说一下我的直观感受 这小女孩就穿着一身的那种紧身的射击服 就那种在户外运动 穿的比较精干的那种衣服 然后手里端着一把冲锋枪 反正样子看上去非常的精明强悍的感觉 她应该是在参加一个射击类的比赛 旁边有一个裁判 拿着一个苗表在旁边掐时间 然后首先她说 Ready Go 然后这个小女孩马上就端起冲锋枪 开始了一次短点射 然后让我第一个震惊的画面就出现了 感觉这把冲锋枪在这个个子也不算高 也不算强壮的小女孩身上 感觉非常稳 枪托紧紧的依偎在她的肩膀上面 然后就两次短点射 完成了射击 然后再把这把冲锋枪放进了在她前方的一个桶里 然后就换上了另外一把线弹枪 那也有叫散弹枪的 应该是叫线弹枪 就是它射出来的子弹会成撒布式的 往前方扇面的射出去的这种线弹枪 然后开了两枪 打的是前方大概10米到20米左右的 这个应该是气球把吧 非常准 枪枪都是直接命中目标 很准也很稳的那种感觉 然后线弹枪射击完以后再往前 继续迈着那种非常稳定的步伐 往前走 然后拔出腰间的两把手枪做射击 是那种很标准的双手持枪的 应该是叫尾伯持枪式的这种手势 然后进行射击 距离是比较远的 应该有个二三十米了 基本也是枪枪中把 在旁边的裁判员会在旁边报数的 就说击中击中 hit hit 然后基本上是枪枪到把 随后退弹 然后展示清空的手枪 然后这整个视频就结束了 看这个视频其实不是看当中的技术 其实罗宾纳书是被这个小女孩所震撼了 然后她年纪不大 然后个子也不高不强壮 但是呢 这个几把枪在她手里就玩得非常非常的转 而且呢 是有一种这种沉稳如山的感觉 我觉得她玩枪肯定已经时间非常长了 我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 如果我将来女儿能够有这样的身手 我感觉我死也瞑目了 那当然这个是玩笑话了 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女儿啊 将来能有这样的这种比较沉稳 比较老练 或者说比较能够不被别人欺负的这么一种身手啊 那可想而知 如果你面对这样一个小女孩 即使她年龄并不大 个子并不高 也并不强壮 但是如果坏人想要欺负她 那要好好地点亮一下啊 看看这个小女孩的身手是怎么样的 所以说这位小女孩在她今后将来的人生道路当中 她长大成年以后 我相信她也会是一个非常强悍的 非常独立的一个女性 那我希望我的女儿呢 将来也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女性啊 虽然她现在是个萌妹子 那这和赴美生子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就想说一下啊 就我们很多的听众小伙伴 很多的客户啊 就会经常问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要赴美生子呢 为什么要赴加生子呢 那我为什么要移民呢 那除了其他我们常常提到的那些原因以外 就比如说养老啊 孩子的教育啊 更好的学习环境啊 更好的生活环境啊 更好的空气质量啊 那其中还有一点啊 就是我们作为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 在一个不受欺负的环境当中 或者受欺负比较少的环境当中成长 陈丹青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当时应该也是八九十年代 刚刚到美国 他那个时候说了一句比较著名的话 他是这样说的 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 我大吃一惊 因为看到街上的年轻男女啊 人人都长着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 这句话其实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什么叫没受过欺负的脸呢 就是没有被bully过嘛 那他还是一种非常自然 非常对人生充满向往 非常渴望美好的生活 或者说没有被黑暗的世界所侵染的这一种脸 那怎么样才会有这么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呢 那当然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没受过欺负了 或者说受的欺负比较好 他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光明的 觉得这个世界还是积极向上的 那这样的成长环境 这样的儿童的成长环境 那对他将来的人生发展 对他将来的人生观世界观 对他的性格的形成 我相信是极为极为有好处的 那在美国呢 在加拿大呢 我相信这样的机会会更高一些 听众小伙伴先别急着反驳我 因为你可能会讲 美国也有很严重的霸凌事件 这个霸凌这个词就是英文bully 翻译过来的 当然我也不否认 确实有这样的事情 但关键是什么 像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国家 他虽然有bully 因为小孩嘛 他的道德感还没有完善 他有的时候就是遵循着这种 与生俱来的弱肉强食的这种 本能来行事的 那小孩之间互相欺负 或者互相霸凌 确实也有 但是呢 重要的是在美国的学校当中 在美国的这种儿童的体系当中 对于这个霸凌的惩罚 或者说对于霸凌的矫正 它是非常看重的 一旦你发现霸凌超越了犯罪的程度 超越了违法的程度 那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孩 照样是会给你判罪的 那可能我们也记得 以前有过这样一个经典的判例 就是有一些中国的留学生 跑到美国去 也是霸凌了一个同班的同学吧 也是一个华人 把他叫到外面去 然后打 然后去侮辱 然后让他逼他吃沙子之类的 反正闹得挺大的 一开始呢 这些留学生啊 他们可能觉得 这些有什么事 不过就是欺负欺负人吧 没想到最后 报警以后就被拘捕 然后上庭 被判了很重的罪 煮饭是被判了很重的罪 然后服完刑以后 就马上就要被遣返回国 然后好像后面还有后续啊 就他们的父母来到美国 然后也想通过塞点钱啊 或者说贿赂这个受害人 想让他撤诉啊怎么样的 然后也被拘捕了 那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在美国 你当然会有霸凌了 但你千万不要出阁 或者说你不要被别人发现 你被老师发现 你被学校发现 轻则处分 重则退学 那你如果是超越了 犯罪违法的界限 那你就准备吃牢饭吧 没人会管你到底是不是未成年啊 你犯了罪 你就吃牢饭 你就受惩罚 所以说呢 这样的事情 虽然在美国也有霸凌 在加拿大也有霸凌 但是这样的事情 是认为是不好的 是会被惩罚的 这样的事情 当然会越来越少了 大家碰到这样的事情 也会勇于去举报 勇于去反抗 那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 当然大家都会长着一张 没受过欺负的脸了 而且呢 在美国的话 这样的情况会更多见一些 这些小孩从小 很小开始就接受这些枪械的训练 他们的父兄 他们的甚至的爸爸妈妈 都会教他们 如何使用枪械 如何在面临坏人欺凌 面临坏人侵害的时候 可以用手中的枪来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我前面说到这个也是一点 还有我就看到一个更小的小孩 大概就五六岁 然后他爸爸就带着他 在家里举着一把空枪 在那边练习操练 我觉得这个手势真的是非常的专业 除了枪以外 还有其他的小孩 他们也都非常的独立 那前面在往期节目当中 我也讲过有一位小孩 小女孩 她是点评这个川普 她觉得她喜欢川普 她为什么觉得她川普比较好 她说出了一些自己独自的 独立的见解 也是寄精四作的那种感觉 那有兴趣 大家可以去翻评一下 罗宾大叔的往期节目 对这个小女孩也有详细的一个点评 那还有我在前几期节目讲的 那个艾尔莎 小女孩都喜欢的艾尔莎 为什么喜欢她 因为她很独立啊 因为她不为外界的压力所折服 她有自己的想法 她只想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she just want to be different 这样的情形下 我相信作为儿童的一个成长来说 是非常有好处的 有科学的研究表明啊 那儿童才在成长期间 受到的正面或者负面的反馈 对她成年以后的性格的发展 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的 甚至对她的一生的性格 都有一个永久性的印记和影响 所以说呢 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在一个 没受过欺负的 或者不大受欺负的环境当中成长 这是我选择赴美生子 这是我选择移民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OK 那我还想讲啊 除了没受过欺负这一张脸 那我还希望她将来呢 不会受欺负 那没受过欺负和不受欺负 这两点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举个例子来说 在非洲大草原 哪个动物最温和呢 或者说哪个动物最温和的之一呢 我觉得是大象 大象呢 永远是那种与世无争的那种感觉 就在那边吃石草 喝点水 作为一个群居的动物 然后就在非洲草原上 非常平和的生活 但你看谁敢去欺负大象呢 即使像那个狮子 即使像那个猎狗 即使像那个草原上 最强大的捕食动物 群居的狮子 他们也不敢惹大象 除非是那种落单的 受伤的 或者说那种幼崽的大象 他们才有可能去尝试一下 那如果碰到群居的 或者成年的大象 他们只会绕着走啊 大象虽然是草原上 最温和的动物之一 他因为有这个强大的实力 作为后盾 所以说没人敢欺负他 那如果我在美国 我有美国的法律 作为支撑 作为保护我的一个支撑 另外呢 我还能够合法的持枪 合法的保护我自己 和合法的保护我自己的家人 即使我并没有这个肌肉发达 并没有四肢强健 我也能够使用这些法律的武器 和使用这些技术方面的武器 来保护我自己 那我既在生活当中 我没有受过欺负 我在成年以后 或者我在生活成长期间 或在成年以后 我也不会受欺负 那我觉得这样的成长环境 才是最好的 或者说最让我感觉看重的 那为什么去赴美生子 为什么去附加生子 为什么去移民呢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个答案 那如果听众小伙伴 有你自己的答案 或者自己的看法呢 也欢迎来在罗宾大叔的播客下点评 罗宾大叔也欢迎大家点评啊 那友好的点评 也是后续的沟通的一部分 好了 那今天的这一期 先看赴美生子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 接下来是罗宾大叔的广告时间 罗宾大叔可以提供 如下的收费服务 赴美生子附加生子的咨询服务 赴美生子成时间的代办服务 以及美国加拿大 十年旅游签证的代办服务 包括日本自由行深度游的定制服务 以及日本经营管理移民的咨询办理服务 包括经营管理移民DIY 经营管理企业托管 安心服务 购入旅馆经营托管安心服务 希腊购房移民服务 也叫希腊黄金签证项目 25万欧元 希腊买房送一家三代绿卡 还有瓦努阿图绿卡捐赠项目 瓦努阿图入籍捐赠项目 是全世界最经济最快最省心最没有移民间的移民项目 以上所有的服务和罗宾大叔特别独家干货 都可以在罗宾大叔的个人官网 3w.罗宾大叔的全评.com上看到 您也可以添加微信 82747970 82747970 向罗宾大叔本尊咨询服务详情 添加时请注明或知微信号的渠道 和咨询的内容 谢谢大家